好 歡迎回來 我們要帶大家來關心的是 應該不是明天的台股市 接下來四年的全球股市了 來 我們有請明哲 為什麼川普選的財政部長的人選 這麼重要 重要到今天拿出來告訴大家 因為要告訴大家的是 川普過競選的時候講的話 現在一個一個你會發現 他好像做的事情不太一樣 這個跟所有全世界 全世界的選舉都是這樣 所以之前在競選過程當中 我們的擔心 現在一顆一顆放下來 所以不需要罵我們的政治人物 因為美國政治人物也是一樣 不用緊張 好 我們來看川普 他選的這個人 財政部長是華爾街金融界人士 而且是高勝邦 好 我們來看看 川普在競選過程當中 一直罵華爾街 對啊 他就覺得 因為很簡單 就是我們剛剛講說 其實一開始我看那個 剛剛我們那個run down 他最前面的標叫騙選票 對啊 實際上那個時候 他那時候我就說 我跟那個中下階層的人站在一起 你是不是很窮 我跟你站在一起 你是不是很討厭華爾街賺那麼多錢 你是不是很討厭華爾街 他們都是那個金融遊戲賺那麼多錢 對不對 我一起幹掉他們 結果現在他要 結果他就拿到票了 他就賺 他選上了 接下來四年都是我 選上了 他要回歸他的這個真實的那一面 真實的那一面 對對對對 就是他其實 所以他就找了一個華爾街的那個 川普就很有錢 他本來就是企業家 他朋友都是華爾街的人 怎麼會有一般老百姓相信他會跟一般老百姓站在一起呢 我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你要問美國人 不過這個選民可能會覺得很生氣 我們被騙選票了 那不管吧 但是有人很開心啊 對 我們有聽到有那種 不願意拒名 不願意那個拒名的這個華爾街重量級的人 他說什麼 他說什麼 他說還好是少了這一格 那接下來我們四年 又可以放心玩啊 又可以放心的發一些奇怪怪的東西啊 反正都是企業家嘛 我們來看他到底找了誰來當他的財政部長 所謂的華爾街人士呢 是高盛 高盛 我們現在先講 對沖基金對不對 他其實是 應該這樣講 就是說 我們應該要先問之於說 你知道全世界最會賺錢的是什麼人嗎 哪一個民族 哪一個民族 對 猶太 猶太人 猶太人 對不對 他是猶太人 而且他們是一門中立 我告訴各位 我告訴各位 你看那個地方 因為我們剛剛提到高盛 所以他一定是高盛出來的 對 他爸爸 也是從高盛出來的 而且他幾乎是沿著他爸爸的路在走 他爸爸念耶魯大學 然後在高盛做了35年 然後呢 他也念耶魯大學 然後他是想說 那我就做他爸爸 我就做爸爸的一半就好 所以他只做了17年 所以他爸爸領了8500萬的美元的薪資 然後他領了4000萬的美元的薪資 4000萬美金 對在這17年當中 他領了4000萬美元的薪資 就是標準的金融遊戲 對 然後賺很多錢 第一個是他們家本來就是銀行家嘛 所以他本來就很有錢 然後又在高盛工作了那麼多年 又賺很多錢 對 所以這個部分其實我覺得 當然他上來大家就我剛剛就講了嘛 為什麼會有重量級人是說 我們又可以 就跟念大學一樣 又可以玩4年 因為他本來就是玩這個遊戲出身的 對啊 所以你看到這個部分 而且他其實當然這幾年他其實已經 沒有在高盛了啦 對 他其實當初離開高盛的時候 他也去跟了一個 大家也很知名的那個 國際的一個 這個所謂的一個投資專家 叫做索羅斯 對對對 所以他跟 他在高盛工作過 然後他也跟過索羅斯 對 所以你就知道說 他對於這種金錢 或者說這種財務的東西 他一定是非常了解 對 難怪川普走了 他來當財政部長 那所有的華爾街人士 就放下心來 安心了安心 接下來的4年沒問題 今天晚上最開心的 應該就是華爾街人士 我們來看 這個是高盛的股價 所以我必須要講 馬上就不要上學了 這個一定有人先知道 真的 就是說今天大家才知道說 原來找的是 沐清來當財政部長 但是你說 那時候都沒有人知道嗎 那一天是投票 這一天是投票 然後這一天是 結果出來 對不對 然後就從這一天開始 其實這一天就漲了7% 高盛就漲7% 然後接下來高盛一共漲 從這個位置之後漲13% 然後如果從這裡開始 算是漲了20% 這個是道琼三次黨成分股裡面 漲最兇的一檔股票 就是高盛 所以你看 為什麼在這個時候 總統一選出來 馬上高盛先表態 大家都講說 川普當總統 可能對生技股 可能稍微好一點 對 漲的不是生技股 漲的是金融股 對 所以那個時候 我覺得應該就有人知道說 他會找高盛 沐清來當財政部長 我們來看高盛 為什麼特別一直講高盛 因為其實高盛 幫當美國的財政部長 不是第一次 不是第一次 柯林頓總統也找了高盛邦 但是這幾年是第一次 最近幾年是第一次 我們剛剛看到 我們剛剛看到創八年新高 為什麼是八年新高 八年新高就是他上 八年前就是他學長 下任的時候 下來的時候 我們來看 就是說為什麼 大家看到高盛的人 來當財務部長 做股票的人會非常開心 因為只要是高盛邦 當美國的財政部長 都會有大行情 每一股都是這樣長的 因為過去其實有三次請了 是高盛的人來當財務部長 第一次是柯林頓 第一次是柯林頓時代 那時候是魯賓 所以你可以看到 那時候是3862年 每一股 漲到11,139年 這是幾倍 快要三倍 這個是將近三倍左右的伏值 倍數反 每一股 對 次指數 然後到了2006年 中間還有一次 是小布希 他也找高盛邦 然後2006年在這邊 然後所以他漲到這裡 當然後來 這個也是為什麼 這8年沒有找過高盛的人的原因 因為那時候 那個AIG不是要 那個政府要救他嗎 結果這個交易 讓高盛賺了非常非常多錢 所以他就說 土地特定財團 你們就是高盛邦 當財長 所以之後就沒有找過高盛的人 但是到這一次 又找了高盛的 這個母親來當 這一次長了快三倍 那這一邊沒長那麼多 但也長了好大一段 那這一次又來 這一次在這裡 其實我說真的有點尷尬 但是畢竟我們剛剛提到 想去三萬 希望看有沒有這個機會 但是 你就知道 其實那個財務遊戲 其實很厲害 他有提出政策 他說 我們希望GDP可以到3% 他的政策就是 我們道瓊上3萬 他是3 那我們不知道 是他只GDP3 還是那個道瓊上3萬 不知道 我們就拭目以待 對 但是大家就可以稍微的看看 對不對 好 那麼再來 我們請明哲很快的帶我們來看一下 川普當選之後 這些是美股 今天明哲特別幫我們去做功課 幫我們找了很多美股 高盛嘛 長很多 另外開拓重工 這是美國概念股 美國概念股 景氣的概念股 然後原物料 美國鋼鐵 太陽能的部分 它是因為前面已經跌很深了 所以這一波跌不下來 它就反彈了 另外像什麼 跟這個金融股 這些都是 這個是金融股 然後另外還有科技股的一個部分 不過科技股的部分 它比較特殊 因為大家都看非漫員創新高 其實是有單純是有NVIDIA 非漫當中 NVIDIA 一檔股票 它就把整個 這個費者罵你都撐起來 都撐上來 因為它漲了三成 它漲了三成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說 以這個角度來看的話 其實 你會發現剛剛跟浩哥 跟這個江山哥 他講的是 那個股票其實漲得都差不多 都漲金融股 都漲原物料 所以你看到這個部分 它其實是有連動的 就是說除了我們自己 國內的景氣之外 它有連動到國際的一個股市 是好 非常謝謝明哲 明哲幫我們來看到了 這個川普的當選 他用的財政部長的人選 讓所有的華爾街的人士 定下心來 沒問題了 透懂 這個川普 沒有要這個仇視我們華爾街 沒有要仇視這個金融市場 所以呢 大家應該可以放心 接下來四年的這個美國股市 好 那麼再來呢 我們就要趕快有請浩哥來幫我們回答一下 觀眾朋友的取股問題 觀眾朋友問 TPK TPK可不可以加碼呢 好的 3673的TPK大家都知道有沒有 那時候不是講難兇難弟嗎 想到TPK就想到 宏達電 宏達電 然後就是要空它對不對 但是不要了 不要38了 因為為什麼 它現行就OK了 對 為什麼你知道嗎 他問我 他問說可不可以加碼 對不對 他要買 我認為OK 為什麼 我認為它這邊應該會到 這邊大概我有查過 它是62 63左右 大概 我不是說目標價 我是不容易亂講話的 就是你畫線過去 就是冒著生命危險出來 上節目 飛機師不能講價位 沒關係你畫線 我可以幫你講 對 那你大概65 差不多 其實我教大家一個方法 大家就學會 我覺得這比較重要 其實在這一段的過程 有沒有 它在這邊晃 所以你就抓它的中間值 均價 均價 對 因為那邊是成交量最多 所以一定是到那邊 才有特別大的一個壓力 如果沒有到那邊的話 那你覺得可不可以加碼 我當然就覺得OK 對不對 所以現在的一個價位 有沒有 它多少 55塊 對 還有空間 還有一層 對 一層 而且你知道為什麼要講比較久 因為其他的都不行 就只有它OK 真的嗎 所以TPKOK 可以加碼 多單 對不對 多單 不是空單 不是空單 大家不要想到TPK就空它 好 來 順德 他說空手可不可以進 對不對 空手可不可以進 光看線型就知道 行嗎 行嗎 可以啊 站上均線了 不行喔 是 所以你看 這個就是 交易的邏輯 剛剛我們有講說古靈 就是 對 我喜歡的是形態 我就散戶啊 散戶啊 均線都站上了 這樣難道不可以嗎 如果你用均線的話 掉下來你就空站上去 就完全被扒來扒去 真的喔 對 我認為形態比較OK 形態 所以我覺得他現在目前沒有方向 這樣叫沒有方向 對 那你就卡在這邊 如果你要做價差可以 你要做價差 你在這邊晃晃晃做價差可以 但是你這樣子沒有效率 沒有效率的錢 對 我覺得去做TPK比較OK 就直接買TPK 好 你們這些問這些的人 金安哥監影通通通買TPK 對 對 沒有錯 真的是這樣 真的是這樣 這樣喔 可以這樣嗎 會不會賭太大 就是觀眾朋友自己互相交流 對 好我們來看到這個朋友問太子健說 他說10.3塊 他成本在10.3塊 所以你看這個就是沒有拼連線 有沒有 你連肉在這支的嘛 對啊 常常都是這樣 好啦應該 這個你的菜啊 長期的整理平台 飛出去第一根 突破第一根 就追啊 你教人家的啊 追啊 其實我跟大家講 其實這個也不算平台 你知道嗎 這不是平台嗎 我們看久一點 其實這個不算 因為他就是一個 嗯 就是沒動的 然後突然一根了 就是只是因為 大家可能在找音樂 就拉出去 金安哥講的平台 最好是那種高檔整理的 對 就是有點類似這樣 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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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曲接 這個就是突破 這個就跌破 這就是最好的 做多做空的點 但是他的 這個不像 但是他的左邊 這不是那種 不像啊 你會覺得他好像 就是好像 100年都沒有人教育 他那種感覺 K棒他會帶 應該這麼說 我再教一個比較細一點 K棒的排列 你會有feel 所以你看這個K棒 你就覺得好 是不是幾百年沒有做他 突然一根拉出來 最簡單看那個K棒 就是你一眼看過去 如果紅K多 那就還不錯 對 黑K多 你看這個黑K 而且他 就是黏在那邊 感覺就是沒有人要做他 所以這個不推薦 對 但是他的問題 他成本是10.3 那他現在賺錢啊 其實還好啦 今天10.55 好啦 我覺得OK啦 OK什麼 OK就是 反正你也不會賠錢 不會賠錢 都不用 都不用建議 因為賞戶他自己都會跑 真的嗎 所以就是建議他賺錢 你可能可以先 對 對對對 來那維新 維新可不可以買 他說空手可不可以進對不對 我認為 可以結論 來我們快要沒有時間了 等他等他 等他 對 我認為過高 或者是破低的時候 就是他幫這樣出來 好 非常謝謝佳安哥 好 那我們先進一段廣告 稍後回來 我們請浩哥幫大家回答 你的植物問題 還要再給 原來小小的保養 我都用 鋼胃人参建立膠原 補充對的膠原蛋白 很重要喔 一天一包 給你全方位行動力補給 康世美 屈臣氏 信醫 摩摩 電電購及各大通路熱銷販售中 請指名建立膠原 將為人生建立膠原 不只給力 還不美力 立即撥打 0800 002 8888 我叫安全 在安全的地方玩遊戲 補充行動活力 一次到位 將為人生建立膠原 不只給力 還不美力 立即撥打 0800 002 8888 大家好 我是鄭鴻怡 洗衣機是在洗髒衣服 但是呢 洗衣機大概一輩子 我們都沒有清洗過 經過研究指出 洗衣機的洗衣草 比馬桶髒530倍 經常會造成我們家人的 過敏 紅腫 燒 癢這些問題 所以洗衣機的洗衣草 一定要定時被清洗 李嘉 我特別推薦大家 廟祖父洗衣機清潔錠 清潔殺菌一次完成 廟祖父 又好又便宜 復悠採購 品牌年終大回饋 復悠採購 品牌年終大回饋 復運用品挑戰最低價 復悠採購 運用品挑戰最低價 二號到五號 新北市工商展覽中心 復悠採購 搜尋上連富悠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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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復悠 芬長 還沒見 復悠 期望 替不知 我叫安全 在安全的地方玩游戏 我有张国舟强卫伞 胃胀气消化不良 胃酸过多 强卫伞有够厉害 80年的老朋友张国舟 台北名牌精品珠宝站 国际名品限量折扣 12月2到5号 原山镇宴馆邀您见赏 你感冒好几天了 这个时候要用 有路弯加强液 安全配方效果更好 有路弯加强液 精神好气色更好 操控乐趣随你驾驭 Yes you are the focus Focus年终回馈惊喜 智能影音版只要63万9 行动快行动 好欢迎回来 这个我们刚刚有请浩哥 浩哥这个8081的智新 智新可以加码吗 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8081外资是站在买方 尤其第四季传统它是淡季 但是它淡季不淡 最主要是VCM的出货在中国白牌1200万画素 逐渐有增强的趋势 但是从它的现行形态里面 我认为它必须要经过整理之后才有机会再往上做突破 好 齐宏怎么看 齐宏来讲 外资目前来讲也是站在一个买方 但是它的均线架构里面 一样没有办法站在有效的年限之上 所以我认为这档个股逢款台应该站在卖方 好 何硕 何硕刚刚我们浅哥讲过了 那我们来看新象怎么看 新象这档个股 目前来讲确实是已经有整理在底部逐渐逐底的态势 尤其它在于前三季已经赚过超过9块 第四季是进入它的旺季 尤其在1月2月农历年前 更是它最主要的一个博弈的出货期 应该这档还有机会 还有机会 好 非常谢谢浩哥 那么今天也谢谢三位来宾 那么在待会 爸爸健康有方 今天雅芳姐要教大家心血管 怎么样保护你心脏的健康 今天我们还特别请了名医 不要错过 那么就是今天节目内容 希望你喜欢 我明天见 拜拜 打开梦想之门 全面启动渴望 Audi Open House空前盛会 超值车款优惠 一次拥有 是您犒少自己的最佳时机 极客入主 向全车系分歧零利率 在家赠一年已实现 行动就是现在